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拟定的一套宋代汉语的发音 这套发音呢,我其实是为了金城志的一套合唱作品 叫新契级的价先长短剧而做 然后呢,为什么我这个叫拟定音而不是简单叫拟音 是因为呢,拟音本身或者说读音够拟 是一个科学上的一种推定 它是属于社会科学 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确认古代的读音是怎么样的 而且它可能呢,是能得到很多种不同的结果 是要不断的来确认,来证实或者是来否定一些东西的 但是呢,因为我这是为了一个合唱作品而定 我现在呢,只能说我研究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差不多这样了 然后我必须得把一套东西给定下来 我不能给出一套薛定谔的发音 所以呢,我在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确认 就是说我制定了这么一套读音 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纯的科学的一个结论 然后呢,这个宋代发音的考证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不同的时间地点和词人所用的这个发音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同一个词人,比如说星期级本人 它在不同的词里,一个字它都可能归到不同的运里面 而且星期级这个押运,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 也会发现它和其他的一些运输,词运等等的一些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同时呢,又缺乏一个完全是完整描述宋代音隙的一个运输 有很多运输,很多是用来描写古代,比如切运音隙的 有一些呢,是高兴就记那么一个反签 然后不高兴就不记,它不是完整的 还有一些呢就更晚的,比如说到元朝的这种运输 所以呢,这个宋词呢,如果你纯粹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个,一套薛令恶的一个发音 所以我必须得制定出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要唱歌,是要全团所有人唱一个字 你不能一个人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 我用来考证这个宋代读音的依据有这些 包括切运系的运输,比如说大宋重修广运 有宋代的运输运图和表 比如邵雍的这个黄极京式声音唱和图 有宋代以后的运输或者字典 比如说是蒙古字运 蒙古字运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是用八四八字来拼的汉字 而且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一本书 它呢,里面是有字母 是八四八字的一个藏文字母来表示的 所以呢,可以说是完整记录汉语音的 可能是头一个完全的拼音的这么一个记录 然后包括宋词的押韵 也就是说我们唱歌总归是不能在大面上 违反宋词一般押韵规律 然后它后世还有总结宋词押韵的 比如说清代的这个慈林正韵 然后呢,有现代的方言 比如说我可能会参考北京话 杭州话,广州话等等这些的 还有域外方音 当然呢,这个在宋朝的时候 这些方音已经互相不是一个共同组 很晚间的共同组间直接分出来的 他们各自都已经有一些的存古以及创新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还要考虑音系的稳定性 简单性 还有它的音变规律 我们这个拟定音的韵母 更多的是考虑宋词押韵 因为我们是要唱歌 而生母的因为从押韵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最主要考虑的是蒙古自韵 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反切的一些记录 在这个制定音系好的这个基础上 因为音系呢,这是一套完整的东西 互相之间不能有太多的冲突 但是有些字的归派可能在中古音 在后来,包括到现代 它都不是太一样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没有足够的依据来判断的时候呢 我是会多参考现代的观化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汉字代表了汉语里面一个音节 然后一个音节呢 就包括了生母 韵母和声调 这么一个结构 而韵母呢又包括了戒音 主缘音和韵尾 这样的一个音节的结构呢 是从中古音迁韵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 而现在绝大多数方言 也都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观这个字 然后呢 中古音是读观 这是我拟定的这个音 这个观呢 就是说除了声调以外 其他的都是按照国金标来走的 然后声调呢 声调呢 那个标注我会后面讲 声母呢 就是一个歌 是一个不送气的轻音 韵母是弯 然后呢 声调是一个音频 音频是一个降调 然后呢 韵母呢 这个弯 他的戒音也就是韵头是乌 主缘音是阿 韵尾是音 声调呢 我宋代 我拟了七个声调 也就是说呢 中古音是平场驱入四个声调 然后平驱入 我各按照这个声母的轻拙分了音阳 然后呢 当时已经有了全拙上升 归入阳去 所以呢 我就横行先念一下 平声呢 是 上升 去声是 入声呢 如果呢 是按照那个古代的声母 也就是说按照纵列来读的话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声调的符号呢 我就是开下面这个就好了 这不是用的一个五度标调法 因为五度标调法会比较麻烦一些 而且呢 用这种方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所有的声调都标在主原音上 而这个对于后面唱歌是非常有用的 我再说一下声调的演变关系 大家都知道 签韵音系分成了平上驱入四个声调 平声就是平声 上驱入 统称叫作声 然后到了宋代音系呢 平去入 各按照声母的轻拙 分成了音和阳两个调 而赏声呢 是大部分变成了赏声 只有全拙的赏声变成了去声 这时候呢 平声和作声的这个界限 还是非常清楚的 而到了普通话 音平阳平 赏声还都保持 音去阳去又混合回了 就合并回了去声 音入呢 是变成了普通话 音平阳平赏声去声的都有 阳入 其中呢 是那个全拙的入声 变成了阳平 而次拙入声变成了去声 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有入声 成体系的变到了音平和阳平里面 这时候呢 对于普通话的这个 平声和作声的关系 就看不那么清楚了 普通话的赏声和去声 仍然都是诵词的作声 而普通话的平声里 有一部分是原来的作声 我们开始讲声母 我就先把这个声母 按照纵列读一遍 然后呢 每个声母呢 甭管是轻声母 还是着声母 我先后面 先都加一个小的原因 一个弱的原因 这样的话能听得清楚一点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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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声母表 这个声母表里面呢 有这个实线和虚线 每一个实线框下来的 是确实代表的 在宋代音系里面的 不同的声母 是有对立的 而虚线分割开的是 同一个音位 但是在不同的声调前 比如说这个全拙音的这个 有巴和巴 还有子和子 它是在不同的声调 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的发音 但是算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然后那个织组 织装章这三组 他们是在那个二等和三等前面 也就是说 也分别是红音和细音前面 分别表现成这个卷舌和舌叶音 这也是没有音位对立的 后面这张表呢 只是说把每一个 我拟定的这个宋代音的声母 也找了一个比较接近的 现代语言的一个辅音来对应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是完全准 但同时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学习一下 比如说普通话的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些声母 韵母 用国金标到底是应该怎么表示的 具体说一下宋代声母的特点呢 是说色音和色差音 有全清次清全拙的区别 全拙呢 是按照实际发音平声颂气 这个颂气呢 其实拙颂气有的时候是气嗓 也就是后面接的原音是有漏气的 然后字声是不颂气的 大家听一下 是这样的 D T 这两个是轻音 然后呢 全拙音 字声 离 这就是普通的一个得的音 跟一个英语或者法语这个得是一样的 离 而这个提是 就是说呢 这个声母 我这儿是你的一个拙的 后面的那个一 它不是 你再说一下 是 它不是一个 而是一个 它是一个 有漏气的 的音 对于所有的全拙的平声 我是这么你的 然后这个和现在无语的发音比较接近 当然无语是轻音拙流 是个 就是说那个 的是一个轻的后面接近的音 但我这里暂时是你的一个 D 是拙音拙流 然后擦音呢 也是有全清和全拙的区别 而且它们和次拙是都不一样的 如果是发音的时候呢 全拙是一定要严重摩擦并有气嗓 而次拙也就是半圆音 是几乎不摩擦的 来听一下 就 F F 这是普通的轻音 然后 V V 这个呢 是有摩擦有气嗓 然后 V V V 这个V的音就跟普通话一般 应该说北京话的这种口音 就是 V 王 等等 这个是一样 它是一个纯齿擦音 纯齿的半圆音 几乎不擦的一个音 然后呢 V母和日母呢 在这条音线里已经变成半圆音 姨母呢 是在那个 蒙古自运里面 已经部分的变成了半圆音 也就是在消失中 但这里头呢 因为我是很难考证 到底是有没有 已经消失呢 我这里把姨母的鼻音 或者你要全都保留是鼻音 另外 宋代生母 已经有了清纯音了 这个是从唐初玄奘的音 就开始能知道 它是已经存在了 有V V V 这么一套音 这双章组呢 是合并成了一套 然后呢 但是实际的音质 是分成了红音和细音 二等红音 三等是细音 比如说 善 现 辞 辞 这样的 而剑组 赢组 小组 是分化成了 非恶化 也就是运途的 一三等 还有恶化 运途的二四等 这么两套生母 而且这两套生母 都可以拼红音和细音 所以呢 它们是互相有对立的 这四个字 个安 干 个烟 天 然后呢 二等的 叫安 干 四等的 叫烟 天 然后我念一下生母的例子 因为刚才呢 是按照纵列读过一遍 然后现在我再横行读一遍 不办必 得 担地 则 赞 记 这 战 记 这 见记 也 养意 可 干 记 而 安 语 也 严 语 特 坦 提 特 坦 车 探 气 车 探 吃 车 气 车 探 气 可 看 气 不 板 比 得 胆 底 子 赞 吉 辗 斩 辗 吉 吉 鱼 颠 颠 颜 漞 有平生子的 寒黑 V 晚 尾 Z 剑 尺 R 日 R 远 远 Y 远 远 R 寒 V 晚 尾 Y 远 远 Y 远 远 我再把一些容易弄混的成对读一下 大家能听一下区别 然后呢 着擦音和半远音 着擦音一定是要有一个强的摩擦 以及后面的原音的一个漏气 然后恶化和非恶化区别 也说这两个呢 一个是甲义丙的乙生母是呃 而乙的生母是呃 然后鼻音也就是尼母 就是怀疑的乙那个尼母 它和那个萤母与育母的区别 然后是喉音和非喉色 也就是那个萤母字和非喉色音的区别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乙子 如果是长的乙子 是蒋一 如果是太长了 是蒋一 一个是蒋一和蒋一 也就是说这个喉色音是要把两个音给切断的 然后 油和油 然后那个聚首的这个眼和聚尾的眼 这样的 然后再来讲运母 运母呢 是分成运头也就是戒音 运父是主缘音 还有运尾三部分 戒音呢 是分成零戒音 一 污 于 呃 这么五种情况 主缘音呢 是有阿 埃 哦 这个一般是当成同一个缘音 然后 哦 呃 一 呜 这么几种情况 然后呢 声调是都标在主缘音上 唱歌的时候呢 只有主缘音可以延长 比如说 比如一个韵母是 耶 然后呢 如果是要唱的时候 而是读 呦 那个只有到这个符 就整个这个音 最后结束之前才能把那个呜读出来 你不能是个呦 也不能是个呦这样的 一定唱成呦 这样的话呢 我声调标在哪一个符上 那这个符就是一个主缘音 运尾呢 是分成呃 原音结尾的也就是零运尾或者一或者呜 这叫音声运 然后以门当歌结尾的叫阳声运 而以色音呢 在宋代就只有呃和呃 呃就是喉色音 或者呃结尾的叫入声运 这是一个原音图 然后这个这样九个原音呢 是分成了五个高的和四个低的 左边的叫前 右边叫后 然后高的意思就是说口型小 低的是口型大 所以呢 就把这个从高到低大概念一下 是一员呃呃呜 然后和一个呃 然后四个低的是 哎 啊 和 啊 哦 然后呢 如果那个哎呢 基本认为就是啊的一个变体 就是啊前面 就是前啊 如果前面接了一个一的话 就自动变成一个耶 那怎么个音 然后啊呢 是只用于那个 啊和哦 这么两个云 然后我把这呃九种 呃八种这个韵味的情况 就念一下 他 太 套 探 探 探 他 他 然后这个入声呢 这个呃和呃是不爆破的 就跟现在的这个粤语 闽南语等等都是一样的情况 让我把这个韵母表快速的念一遍 然后这一个表呢 都是按照那个借音来排纵列 而横行呢 就是按照词运 也就是一个 词林正运的这个顺序来排的 我把这衣扎用了 这个文字赚 这里面的认词 我和你 尤唐 前面都是书声 也就是评赏去声 后面这一个表是入声 包括 和一个 那个波尾只剩一个 其他的都已经变成了 这个后色 然后呢 我这说明一下 书声在宋代的押运 非常非常复杂 每个人 以及一个人自己 还有 就是不同地方 不同时间的人 这个押运 都非常非常乱 而且有的人押得宽 有人押得窄 所以这里面呢 我就先只好按照 磁林正运来算了 但是说呢 这已经是一个 最能和各种 实际押运情况不打架的 这么一种设定 然后说一下这个运尾的演化关系 我这里头简单起见 就是说 只说按照 原音结尾的音声韵 鼻音结尾的扬声韵 和色音 结尾的入声韵来说 然后呢 从 迁运音系到宋代音系之间 音声韵 呃 这个分类没变 扬声韵呢 是完全没变 入声韵 绝大多数都合并成了一个 喉色音 从 合并成了喉色音 只有少部分 这个 还保留是 而到了普通话 就乱了 切韵和宋代的音声韵 普通话还是音声韵 扬声韵呢 也还是扬声韵 只是摸和呢 混合成了一个 呢 这么一个韵味 而入声韵 就彻底乱掉了 变成了各种 普通话的韵味 就说呢 如果是 原本的 这个文读的 这一层的 这个巴和阿韵韵 基本来说呢 还是在普通话 是变成没有韵味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 北京话的白读层 它基本是从 切韵音系的 这个 歌或者歌韵韵 然后呢 没有通过 这个 拟的这套 我拟出来这套 宋代音系 然后呢 它会变成普通话的 一或者乌韵味 所以这个 普通话和这一套 宋代音系的对应 在韵味上 还是比较乱的 然后我再 解释一下 不同韵母的区别 还是这一对对来念 中 中 拟 goes to the 标 冲 央 够 够 夯 区 索 索 多 多 各 各 各 酒 酒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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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脚 骨 骨 鸿 鸿 胸 胸 脚 脚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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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下 我做这么一套拟定音 主要是一个文化传播的目的 而学术的讨论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也就是说到底宋朝人怎么发音 如果您有一些看法 然后对于我这些考证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欢迎和我提出来 然后我感谢金城志愿意为这么一套宋代的发音 创作一套合唱作品 然后这样我才有一个机会来仔细地考证宋代这个语音是怎么样的 同时我也感谢刘轩浩和宋华强 对我这一套拟音方案提的修改意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